嗯...很抱歉的就是我原本題目就是丟點對點加密 當我再次驗證這個名詞的時候 我發現它其實叫端對端加密 所以就是一個字的錯誤 其實是什麼呢?等一下會介紹到 好 為什麼我們要加密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網路上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很喜歡一個叫Alice,一個叫Bubble 我們就曉得就是兩個人好了 對,Alice要傳進去給Bubble的時候 過去我們可能會想到它就是 就是直接通過Internet的傳送嘛 那傳送功能中其中會有 呃... 好 就是呢 通常這... 假設這是一個駭客 這是一個駭客 那他們就會確定你的訊息 那... 所謂的點對點或者一些新的加密技術 所謂HTPS 它基本上已經做到這些事情了 可是通訊下面為什麼會... 會需要做到斷對單呢? 因為... 通常還有一個就是你的服務供應商 比方說台灣最大的Line啊 或者Facebook 他們其實都有儲存你的訊息 也就是說當政府有目的性要求 呃... 提供資料的時候 他就會必須要配合 比如說 刑事蒸發啊等等的 那其實台灣也...大家也知道嘛 台灣其實有... 憲法有規定就是密密通訊的自由 那同樣的... 比較... 這可能是比較敏感一點的去 那有時候呢 這些第三班 而是所謂的 訊息服務器通常會分析你的對話內容 雖然他們都不承認 但是你有可能會分析 比如說你聊了喜馬拉雅商 他就推薦你 有個喜馬拉雅商的湯可以買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你就默默的 就花了更多的錢 那這也是大家比較care的事情 那當然... 呃...可能有些比較聊一些比較隱私的 你永遠沒辦法確保 提供複雜的工程資的道德 也沒有偷偷的去把你圖片讀出來 或者你訊息讀出來 這就是更...更敏感的問題了 所以說 在像台灣沒有像歐洲有... 呃...那個... 就是那個CRPD之前 也許 就是我們更重要的care的點 就是這個通訊加密的部分 好 那... 提到通訊加密 如果要真正認真的推薦的話 一定是Signal跟Wii了 為什麼呢 我等一下會提到 OK 那Signal呢 呃...現在算是... 某個程度上在手機應用上 相對Wii而是普及的 那Wii而... 大家可能會想到他... 呃...比較類似的 可能像Slake 那Slake 那Slake是所謂沒有通訊... 呃...那個...加密的定義的 包括... 如果你的公司的Slake是付費的話 代表你的主管可以看員工的訊息 可以偷偷給大家的 如果你發現公司的Slake是付費的話 千萬不要在Slake裡面 罵你的主管 會發現的 好 然後... 呃... Signal主要就像Line一樣 他是...呃...P2P的通訊 那當然他也可以用Grooper OK 好 那為什麼會提到這兩套軟體呢 並不代表其他的不好 或者其他的通訊軟體沒有做到 只是因為他沒辦法符合這些要件 第一個 使用者是斷對端加密 OK這個大家前面已經提到 再來 服務商無法取得用物的金鑰 因為有些人為了所謂的User 使用經驗的研更好 他會把金鑰換在...呃... 私藥換在庭空山 或者像我們現在所謂的身分證 居然身分證... 室位身分證居然要提議說 把私藥換在政府那邊 這是一個很虧勵的事情 OK 好然後像...呃... 用物間有獨立的驗證 當然這所謂指的就是 比如說當服務庭空山被hack了 或者服務庭空山停止服務了 或什麼的 我跟...我跟對方P2P之間 還是有... 獨立的 不受影響的驗證機制 避免... 可能那邊呢 物庭空山被...被hack了 然後就說 他是真的 那我就要信他 要獨立的驗證機制 OK 那再來是 當金鑰洩漏時 過去的訊息 不會被破解 因為永遠沒辦法確定 可能你的手機被什麼... 呃... 形式的鑑定啊 拿去了 那他希望你... 在被... 你的手機裡面 金鑰被... 呃... 遺漏的時候 就會洩漏的時候 不會...過去的訊息 是不會被讀出來的 OK 那我等一下會講到他要怎麼做 那程式碼是開源且被可以審核的 好 這一點就可以發現 只有上面那兩個... 呃... 通訊軟體只有做到的 大部分尤其是商業軟體 都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好 不過西根龍的官方 他其實有做一件事情 他有犯出一些訊息說 他有幫Facebook啊 幫... WhatsApp啊等等的 去結束他們做... 所謂的... 短對短加密 那...也可以供大家參考 但是... 以這個... EFF的認定的話 至少... 你的程式碼必須要去開源的 OK 你的開源才可以做驗證 OK 那... 呃... 要在你的通訊的... 你的服務那邊 詳細的說明你的加密方法 OK 那這點... 我等一下會提到 其實多數的服務商 都有提供啦 那只是說... 差異也有點差異 那幾層的技術是差不多的 那再來是 接受第三方的獨立機構的安全審核 那這個大家就知道 就是可能會有一個什麼 呃... 呃... 可能...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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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再補充一下就是 這份訊息其實有點舊了 大概是17年還是16年的訊... 的公告 因為... 要一直... 要一直review這些通訊軟體 沒那麼容易 OK 那可以看右下角的玩具叫做 ssd.efff.org 你可以去下面看到 呃... 目前最新的政策 跟目前review的結果 跟建議你的資安的一些 準備的建議 好 那下一個 那大家最關鍵的就是Line了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我這次會特別提到 我們要做Video加密 這是... 我昨天還是... 前天去抓的 我相信應該是這次最新的啦 然後... 以現在來講的話 文字加密 呃... 呃... 現在的部分 在... 呃... 2015、2016的時候 還沒到完成 20有轉換中 所以2017、2018 是已經標準的 斷對斷加密了 OK 包括它的location 也是說要斷對斷加密 那下面的呢 Image 呃... 訊息的... Message 跟訊息的檔案 或者所謂的Video啊 Image 是所謂的圈圈而已 以它的文字的圈圈呢 呃... 我的理解是 它就是所謂的 http加密而已 這可能要以方法去解釋 但是我的理解是這樣 就是它沒有所謂說 真正的完全斷對斷加密 但至少你通訊是加密的 可能就是 那個Line那邊 可能還會讓它取得你的圖片 OK 那這一點 呃...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看到 呃...很多人 朋友在跟我聊 這種安全的東西 他會跟我想說 欸...那如果文字會變出 我傳圖片就好啦 所以... 大家都知道嘛 OCR很容易 那...OCR很容易 那我傳影片就好啦 影片OCR應該也不難 OK 那...而且現在還有很多的Folk的 Fake的機制嘛 可以各種造假 所以... 這一定都不是這件很難的事情 那... 呃...包括... 那...也有人會覺得 傳聲音就容易了 那前幾年Line也... 那... Witcher也推出了 就是把你的語音信息轉成文字 那大家也有看到一些 比如說 嗨習語這種東西 那變式聲音也是不容易 也是蠻容易的 那... 雖然這些廠商宣稱 他們不會拿變式聲音 來做廣告啊 行交用 但是...誰知道呢 OK 好 再來 為什麼我還特別強調VDO呢 因為其實 呃...VDO這件事情 我前陣子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過去我們像我們 呃... 呃...我來講 我比較喜歡用文字 我發現有一個年代的人 特別喜歡用語音 然後呢 我發現有一些人次 比方說他是... 呃... 聽讚的 他們就會特別使用VDO 那VDO 因為他可以比手語 那大概就是幾秒鐘 的時間的影片 那其實... VDO加密 有些發現 其實正常通訊的情況下 VDO加密... VDO他們只需要在10秒內 所以代表 以現在的加密數其實是做到了 那... 以Signal Protocol 他的規範也是可行 只是說他還是有提醒 太大的檔案 比如說你傳個 50Mail或1G的話 那加減密可能會有點瘋狂 但是體育戰10秒裡面 應該都還是在... 呃...可接受的... 10秒的影片都在可接受的範圍 OK 那... 也是...VDO的加密 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但是... 這幾年來陸續的... 技術挑戰 好... 那... 先聊聊怎麼做到的 這件事情 可能有簡單的 上過記蓋的啊... 或者所謂的... 密碼學的啊... 人應該就知道 所謂的非對上式加密 就是要一個精釀跟一個濕釀 呃... 濕釀可以用來做簽除的動作 就是我出去的濕釀是可以簽除的 那...公釀可以拿來驗證這個簽除 同樣的公釀可以拿來加密 濕釀可以拿來解密 OK 好... 那... 這個應該也是二年前記住了 來...下一個 那... 我們現在就要聊重點 Signal Protocol Signal是一個... 現在好像要變Fundation 我還不太確定 但是Signal Protocol 是一個公開的協議 OK 那... Signal... 以Signal Foundation 他們公告的... 呃...加密訊息 有這三種... 呃...有這四... 所謂的第一個呢 簡單就是說 加減面基礎 非對認證加減面基礎 那它使用的是25519 跟48這兩個東西 那25519 呃...使用的普遍數是比較高的啦 48目前... 就是... 就是有時候接受度問題 可能就是... 普遍數量不是很高 那如果昨天有聽到我 講到如果加按完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個25519的名詞又出現了 它就是也是我們在加按完的時候 現在的... 的... 一個H的... 的... 的...基礎 OK... 好... 那再來是X3DH 那就是... 它是簡寫 它是一個密要交換的方式 這也是現在最重要的一個... 在通訊上最重要的基礎 OK... 那就是所謂產生訊息密要的方式 那訊息密要等一下我會解釋到 然後... 呃... 我要記一下 呃... 那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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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訊息密要的方式呢 那...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件事情呢 因為... 我們過去如果是走HTTB 也只要知道 我們認證是同一個host 就是我找一個評審後 它會告訴我這是誰前發 我去跟那個前發的人驗證 這是HTTB的基礎 但...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到 端對端通訊 而且我要獨立去驗證它的話 它就要有一個 我們之間可以交換 訊息密要的方式 或者交換我們驗證的方式 OK... 好... 那再來是... 呃... Double的... 所謂的齒輪算法 那所謂的齒輪算法呢... 這次翻譯也是有點奇怪 它就其實就是 我們訊息的密要在產生的過程中 每則的訊息都要不一樣 那這個技術的目的就是 剛才講到的 我們希望每一則訊息 就算單一個 一漏的時候 它只有幫它破解這則訊息 前一則 後一則 都不會被... 呃... 被洩漏 那它用這個齒輪的講法就是 大家如果有玩過一種 機械結構齒輪 就是單向旋轉的 它回不去的 那酸向的 就是酸向都回不去的意思 好... 那只是這樣的意境 但是... 應該是沒有這樣的一個齒輪啦 OK... 好... 那再來是... 呃... 這個所謂的 芝麻... 芝麻演算法 那芝麻演算法跟我們... 呃...不是跟我們 是跟... 那個中國的 芝麻信用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找芝麻演算法 你看到可能會吃很多 芝麻信用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要去逛網去找 那... 呃... 這芝麻演算法呢 其實主要講的 裡面講的很多 我今天不會提到的原因 是因為它其實就是 如果今天 網路斷完的時候要怎麼樣 如果是去掛掉的時候要怎麼樣 如果... 使用者多久沒收訊取的時候要怎麼樣 那些的規則 有點像是你在開發程式的flow 那就很... 冗長很最遲 那也就是今天不是... 不是今天重點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實做它 我就建議第四個是最重要的 第四個要把它讀完 它就告訴你各種情境 才知道你的開發flow要怎麼做 OK 那... 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今天會想要 呃... 有這個talk 就是跟大家分享 如果不巧你剛好工資要做一些通訊 或者你剛好有一些 呃... 這樣需求的時候 鼓勵大家做一個... 呃... 呃... 這個吃藥的數字 然後再來... 呃... 吃藥的算... 就是這個吃藥的算法 通常前面都會纏... 它的... 都會改變它的... 原本我還是更新嘛 所以它是改變它的算法 那...呃... 還有一些它真正的吃藥的key 然後呢... 我們看到各種key 或者各種算法的時候 通常右邊都會有一種圖 誒... 都會有個圖 這個叫做... 所以這個也算法叫做cycle嘛 左選嘛 我忘記了 ok 然後...呃... 如果你今天是485 是485 它會長這樣子 就是這裡 然後這樣子過來 這樣過來過來 像一朵花 ok 好... 這是裡面的資料 那其實... 像我這種比較... 呃... 比較... roll的真資 就看看就好了 就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裡面產什麼 對... 好... 那再來呢 這個25519 其實主要就是為了這種所謂的 一個... 私密訊息交換的一個... 一個... 的... 加密的... 方式 所以說它的... 基本文件就會提到這件事情 那... 我先講一次 那這個東西我講很多次 因為這是所謂最...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比較難理解的部分 這是用物1 這是用物1 然後呢 它... 它有一個... 它... A是它的私藥嘛 然後呢 它... 他們先share一個字串 可能是... 假設這個數字叫9 然後用這個... 這個所謂... 這個關號就是一個翻訊的意思 就是... 你用25519的翻訊 加你的私藥加9 就會產生一個... 公鈕 公鈕就可以給... 對方 OK 那同樣的 它也是用這個9 用它的私藥 就會產生公鈕給對方 然後呢 它... 呃... 用戶只要將... 它的私藥跟它的公鈕 做一個25519的... 呃... 翻訊演算後 取得的那一個... 就是... 訊息... 滅咬... DH 會跟... 對方用它的私藥跟... 剛才我給它的公鈕是一樣的 好... 如果... 今天要卡... 就是玩... 腦袋單機的沒關係 這數字的東西就是很煩 我也知道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 網路上有兩個版本 有些人會用... 就是這種... 顏色的講法 有些人會用這種... 數學的講法 我還是比較理解數學的講法啦 就是... 我今天給一個A 然後... 我用... 這個A是我們講好的一個數字 可能是剛才的9 然後... 呃... G... G... MOD P G也是我們剛才講好的東西 G...MOD P P就...呃... G... G...就是剛才兩個數字 G...MOD P OK... 然後... A把我的A大進去就得到一個... 所謂的公鈕A 然後我把A可以share給它 它一樣會把它的B share給我 然後呢... 按照... MOD的名詞可以大家知道喔 就是... 呃... B...如果用我的吃藥 就是上面示範出我的吃藥 然後剛才P 就得到S 然後我們兩個的S會一樣 好... 就這樣子 好... 還是不懂沒關係 我們來玩玩色彩的東西 比方說... 呃... 我的吃藥是... 橘色 OK... 對方的吃藥是藍色 那... 喔... 不是... 我講錯了 我的吃藥是紅色 對方的吃藥是綠色 那... 橘色加紅色就會變成橘色 然後橘色加綠色就會變藍色 我們交換一下 然後... 我藍色加我剛才的紅色 就會取到一個... 咖啡色 好... 然後... 就是你知道已經很沾了 對... 然後...呃... 橘色加綠色就會變成咖啡色 那咖啡色跟咖啡色就一樣 好... 剛才就是這樣子 透過...呃... 一個公鈕一個吃藥 但是我們用這樣交換番次 我們就取得一個叫所謂Hgmi 減稱DH OK... 好... 那我們... 就可以用這個DH來交換 就是... 我們用什麼樣的Key 去做加密的東西 解出來的東西裡面上就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兩個都用這個DH去做加密 那我們就可以傳訊息 好... 那... 什麼是... X3DH呢? 這也就是將DH做一個... 第三代的加強 或者三倍的加強 可以這樣理解 那這也就是Signal Protocol的一個重點 它... 它主要會產生... 呃... 以一個用戶來講啊 就會產生... 呃... 你的ID 你的ID的Key 就是它一樣是用2519 但是它就產... 它會產生三種Key 一個是ID的Key 還有臨時的Key 還有一個是ONE TIME的Key OK... 然後呢... 它就會在... 因為... 你有可能... 訊息不會... 就是... 你的... 你的App不會隨時在線上 所以它加入一個角色叫做Server Server你可以把你的Public的Key 啊... ID的Key 跟你的...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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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剛才的那個結構 你就知道ID的Key 搭上這個PublicKey 然後它的PublicKey 再搭上我的GEN的Key 然後打一打後 一樣會產生我們的... DH 然後這DH就是... 3... 3倍的DH 3DH 可以這樣解釋它 然後一樣你就可以用這個訊息傳到Server上 Server上就... 就在Server上漫上 所以Server也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那...只有... 等到它上線的時候解下來就會知道訊息 這就是所謂的... X3DH 那也會簡稱3DH 那... 在下一個 那... Double的齒輪 對 那其實訊息就是... 大家剛才已經知道上面那個結構 上面結構就是這個東西 上面這一段 那... 如果我們要讓每次的DH都不一樣 就是這個DH跟這個DH要不一樣的話 他們... 就是... 我交換完訊息以後 然後我就要... 呃... 我要產生新的Public Key 然後把... 新的Public Key 更新到Server 會更新給對方 對... 我們就會... 因為不同的Public Key 跟不同的Public Key 我們就會產生不同的DH 它也會產生不同的DH 然後我們就會這樣子loop 就是... 它產生新的DH... Public Key 呃... 它產生新的失藥 我就產生新的失藥 然後一直輪... 一直輪... 為什麼需要有一個通訊 用的暫時的Key 跟One Time的Key One Time Key Scape Offline的時候用 那暫時的Key 就是趕快你在Online的時候 就可以用... 那個暫時的Key 去做這樣的一個... 一來一晚的... 去急交換的方式 好... 不知道等一下可以... 先暫時來走可以提問 D129 好... 呃... 我們... 還有一些時間 那... 有一些等一下可以留著問 簡單說 該聽的這麼多 如果你還是聽不懂 沒關係 其實Signal有完整的... 原文... Sorry Signal原文的... 呃... 文件 然後... 很好清的就是 它其實有給... CS的Library 也有給C的Library 也有給Drawr的Library 那... 如果你看不到的語言 也許你可以貢獻一下 或者你可以用錫去轉換 那... 呃... 所以我就剛才講到 剛才那些技術的那個過程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好 知道它的原理 不知道它... 它怎麼做加減密的 為什麼是最安全 那... 以官方的文件來講就是 呃... 25519 它其實... 前面有提到 它其實有換過... 呃... 就是有把它改進成... 呃... DSA 它為什麼要換成這個的目的 也是因為為了... 效能 為了速度 那它官方講... 講的是... 當然就會更快 但它還是有提到 如果今天是超大檔案 那所謂超大檔案 大概可能是... 什麼... 呃... 還是會不建議 但理論上 磁妹啊 或者像磁秒影片 可能通常不會超過磁妹的情況下 或者... 通常... 是夠的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用手機 在做... video傳送的話 它會建議你用自己... 定好的... 那個... video的... 編碼格式 因為曾經也發生... 編碼格式本身會洩漏 所以其實你可以去調一個... 安全的... video的編碼格式 那image大家知道... ZPGG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OK 然後就可以做這樣的... 一個訊息傳送的動作 而且是加密的 好... 那... 呃... 我今天只有講究了... 那其實後面還有其他更複雜 就是如果今天要... 像次訊位移的話 Botocore WebRTC的情況下 也可以走這個架構 那... 可以確保通訊之間是加密的 所以也可以到時候... 有訊息的可以研究 好... 那回到最後的文件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 shadow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 嘿有... 真的看到了... 喔有... 呃... 好... XED... D... SA... 跟... 沒有X到底有沒有不一樣 呃... 其實它的目的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告訴你 它沒有不一樣 是在於效能變好了 就是你看它有個X系列的 就是3DH 然後做了一個X 就是大概下一代的意思 所以說 它會... 它會說XEDH 這樣 但它... 它也有說 有些情況下會不見用XEDH 因為它其實... 呃... 效能變好的情況下 但大檔案的效能有變差了一點點 所以它有說 如果你今天不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或者你不是... 呃... 就是... 太大檔案的話 你不一定... 呃... 呃... BDSH 那... 我記得它現在... 呃... 7K龍在兩年起來三年前 多了一個就是... 個資... 個資... 就是他們聯絡班就會... 會傳送嘛 他們就是用X這個 因為它比較敏感 對 然後這個可以供參考 好 那有沒有問題想問的 或現場想問的 還有... 9分鐘 就... 看有沒有遺漏掉什麼 好 好 好嗎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進入業配時間 就是我們公司有在真等 只要你會找到 呃... 電腦開機的位置在哪裡就好了 然後呢 我們會用PIR的番字 教你 呃... 一對一 或者多對多的番字 一起寫整次 絕對會進步 因為你會壓力很大 有人看你寫口 也會看人家寫口 好 謝謝大家